Diamma 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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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什麼好了 晚餐還是不要吃澱粉類好了 No no 即使是減肥還是要吃澱粉喔 可是澱粉不是屬於高溫量的食物嗎 吃下這麼多的澱粉不是會更胖 淀粉属于碳水化物 而碳水化物是维持生命的 三大营养素之一 相反的 如果我们是正确 而且是适度的摄取 像是燕麦 草米等 反而有助于减重 降低罹患慢性病的风险 那我们每天吃那么多燕麦可以吗 大家都认为多吃燕麦会瘦 直大家别忘了 燕麦也属于主食类 食锅量一样 选择好的碳水化物 有两个秘诀 就是未精致跟高纤维 建议可以选择 少加工 纤维保留较多的颧骨跟筋类 像是糙米 燕麦 地瓜 南瓜 玉米和马铃薯等 其他像是红豆 绿豆 薏仁等 也都是不错的选择 要尽量避免已经精致过的淀粉类食物 像是白米饭 白面 白吐司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次选用的食材呢 是加勒福的优格 燕麦和坚果 还有产销履历 香蕉 美好生活 实际行动 这次选用的食材呢 是加勒福的优格 2点 1点 2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